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下半个小时有举行网路皈依的仪式 那么这个网路皈依我们是第一次举办 今天前半小时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讲解 这个皈依三宝的大意 这个皈依 首先我们先讲皈依这两个字 这个皈依一般在佛门有用这个回皈这一个字 那么另外也有一个白 一个反 一个白色的白 一个反过来那个反 那个意思叫反白 就是把原来黑的 在古时候印度 这个 散法用白色的来代表 二法用黑色的来代表 黑 黑代表污染 白的代表清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皈依正有用回皈这一个字 有用反白这一个字 那么这两个意思都讲得通 这个用回皈这个字呢 皈就是回皈啦 我们一般讲啊 回头是岸 那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 所谓苦海无边 回头死岸 那么我们世间有一句厌语啊 也讲 让子回头金服饭 那么你一生啊 做了多大的措施 只要肯回头 那么都可以啊 成为一个好人 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啊 放下屠刀啊 立地成佛 那么这些呢 就是回皈 回头 这个意思 所以 用反白啊 这个皈啊 就是把原来那个乌染 黑的 反过来啊 变成白的 那么回皈这个皈 是回头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字啊 所以这两个字啊 那么都讲得通 都通用 所以归有回皈 有这个污染啊 把它缓过来 变清净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想要回皈 啊 啊 想要从污染回到清净 那么要依靠什么 这个依 就是依靠 啊 那你想回归啦 啊 想从污染回到清净啦 那么我们依靠什么 才能回到 啊 才能回到啊 比如我们在大海里面掉下去 那么我们想回到岸边 回头是岸 想回到岸边 但是回到岸边呢 要有个依靠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依靠船法 依靠船这个工具 或者是法 法就是 现在讲的像救生圈啊 那个吹气的 橡皮做的救生圈 那么我们依靠这个 就可以回到彼岸了 回到岸边来了 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 这个苦海 用这个苦海来形容彼翼 我们凡夫啊 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我们现在开始觉悟了 我们想回彼到 不生不灭 涅槃的境界 我们不想在六道里面呢 继续搞生死轮回啦 已经觉悟到呢 在六道里面呢 受这个生死轮回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苦不堪言 不想继续啊 再搞下去了 想回彼到不生不灭的 这个境界 那么 我们就必须有个依靠啦 我们依据 什么样的 理论方法 来学习 那么才能回彼到 那么才能回彼到 了生死初三界 这个涅槃的境界 所以这个归一啊 它有归头 投靠 我们一般讲投靠 回归投靠 这个归一两个字啊 就是回归依靠 或者回归投靠 或者回归投靠 那么我们回归要依靠什么呢 才能了生死初三界呢 下面就给我们讲 三宝 那这个三宝啊 就是指佛法生 那这个 归两个字的意义啊 这个归两个字的意义啊 大概 了解啦 那么 接着呢 我们就要讲三宝啊 那三宝 大家都知道 佛法生三宝 那么这个 佛法生为什么称为宝 这个佛在大臣本身心地观经有详细说明 有五百长者 请问佛陀世尊 我等今日闻佛法音 得物三宝利益世间 然今不知已何异故 说佛法生得名为宝 愿佛解说 显示众慧 即未来世 尽信三宝一切有情 永断以往 得不换信 令入三宝不思意海 那么在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呢 这一段经文啊 就有五百个长者 请问佛陀 为什么佛说这个 佛法生啊 他是宝 那么请佛呢 把这个三宝的意义啊 给我们说明 让后世啊 学佛归三宝的人啊 他能断除疑佛 入三宝不思意海 就是得到三宝的不可思议功德利益 佛陀告诸长者 披露世间第一 珍宝居足十亿 庄严国界 饶益有情 佛法生宝亦户如是 这个一段呢 佛告诉诸长者也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 譬如世间第一珍宝 第一珍宝就是最好的珍宝 那么他具足十种意义 来庄严国界 饶益有情 庄严国界呢 让这个 国土世界呢 很庄严 庄严就很美好 饶是丰饶 意是利益 丰饶利益有情众生 让有情众生呢 都能得殊胜的利益 所以佛法生宝亦户如是 就像世间珍宝一样 那么一切世间的有情啊 他能得到这个受用 用这个宝啊 来比佛法生 那么下面讲的十种 一者煎饶如磨泥堡 无人能破 佛法生宝亦户如是 外道天魔不能破固 第一个是煎饶就是兼固 像磨泥堡珠一样 没有人能够去破坏 那么磨泥翻成中文意思是 是如意 如意宝 那么你只要有这个磨泥堡珠 你要什么 有什么 能够如你的意 那么这个三宝也是这样 二者不够 世间圣宝清净光洁 不杂晨慧 佛法生宝亦户如是 虽然远离烦恼尘垢 这个无垢就是清净的意思 那么世间的宝呢 清净光洁 它没有夹杂呢 这个尘垢污秽 很清净 那佛法生宝呢 也是一样 用这个世间宝来形容佛法生宝它的清净 为什么它能清净呢 因为佛法生 这个三宝啊 能帮助我们远离烦恼尘垢 所以称它为宝 三者以乐 如天得平能与安乐 佛法生亦户如是 能与众生世出世乐 与乐啊 这是可以众生的快乐 我们一般讲啊 离苦得乐 那佛法生宝呢 让我们离开一切痛苦 得到最大的快乐 那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 方东美教授给他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是宝乐的意思 那么苦从迷来 热从勿来 所以佛法生宝啊 它就是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意思 世者难遇 如吉祥宝 虚有难得 佛法生宝 亦户如是 业障有情 亦决难遇 这个难遇呢 就是业障深重的众生呢 亦万劫啊 它都不能遇到三宝 有缘遇到三宝 那这个善根福得因缘啊 就很稀有 那么难遇 这个意思啊 就是稀有 我们这个世间啊 为什么这些 金灵珠宝 这些珍宝 为什么珍那会宝 你稀有 很少 你不容易得到 那么我们众生无始绝以来 在六道生死轮回内 真的 遇到三宝的人啊 从这个比例来讲还是极少数 遇到的机会啊 而且不多 有三宝出现在世间的时间啊 不长 很难遇到 所以这个武则天啊 做这个开经记讲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这个就是难易的意思 因为难易 所以称它为宝 五则能破 如如一宝 能破贫穷 佛法身保亦户如是 能破世间诸贫苦故 啊 这个 三宝啊 就像如一宝一宝一样 能破贫穷 啊 那么这个贫穷呢 有物质方面跟精神方面 那么三宝呢 都能帮助我们 得到精神方面的富足 物质方面的富足 啊 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帮助我们 得到满足 愿离啊 贫苦 啊 现在有钱的人很多 啊 但是你问他 他生活过得快乐吗 他不快乐 啊 有的做大官 官做得很大 甚至做总统 做主席 他没有安全感 所谓贵而不安 富而不乐 啊 有的是 物质上的贫苦 有的是精神上的贫苦 啊 那么这个两方面啊 三宝都能够破除 啊 所以归三宝啊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啊 六者威德 如转伦王 所有伦宝能够诸佛 啊 能够诸愿 啊 愿就是愿亲在主 焉家这个愿 阿 啊 魔愿啊 啊 魔愿啊 啊 我们经典上讲的 阿 这个 魔王啊 啊 魔愿啊 啊 这个 魔王啊 愿家 啊 愿家 那么来干扰我们 折磨我们 那么这个三宝能够降伏 七则满愿 如摩尼诸随心所求 能欲重宝 佛法身宝亦护如是 能满众生所求善愿 满愿就是不管你什么愿 都能够满你的愿 就像摩尼堡一样 摩尼堡就是你求什么有什么 不管你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 如果你遇到三宝了 那这个你什么愿望 都能够圆满 那么我们求做佛都能圆满 那佛以下的 你说人天福报 那这个在佛法来讲啊 是最容易得到的 那最难的了生死成佛道 这个是最难的 最难的都能满愿啊 那这个容易得哪有不满愿的呢 那么问题啊 就是要如理如法 来皈依学习 必定满愿 八者庄严如是珍宝 庄严王宫 佛法生宝亦乎如是 庄严法王菩提宝宫 那么世间这个珍宝啊 就是你看装饰 你看这个王宫啊 用这种七宝啊来装饰 那么让人看起来呢 非常的庄严 那么佛法生宝啊 出现在这个世间啊 让我们这个世间啊 也显示出无比的庄严 这个庄严法王菩提宝宫啊 这个比喻 用这个世间的宫殿啊 那么来比喻啊 这个法王 那么换一句话说呢 这个世间有三宝啦 那么就庄严这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三宝啦 那就不庄严了 那这个 是庄严的意思 九则最庙 如天庙宝最为为庙 佛法生宝亦乎如是 超诸世间最甚庙宝 庙就是最为庙的 那么天上的庙宝啊 那比我们人间的 那不晓得唯妙几千万倍啦 这个不能相比 那佛法生宝呢 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人世间的宝啊 那都无法去跟它相比 那它是世出世间啊 最唯妙的宝 那因为呢 你遇到了三宝 皈依了三宝 遇到了宝啦 那么这个是最为妙的 第十 实者不变 譬如真金 入佛不变 佛法生宝亦乎如是 世间八风不能寻动 这个不变就是说 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 而有所改变 那么譬如真金啊 真的金啊 你放在佛里面烧 不管你烧得怎么样 烧到融化了 它的金色还是不变 所谓真金不怕佛烧 那假的呢 一烧呢 就坏掉了 就不行 那真的金呢 它就不怕了 你怎么烧它也不会改变 它还是金色 所以在这个我们世间啊 这个七宝啊 金的颜色呢 它是都不会变的 那么用这个黄金来比 三宝 佛法生 亦乎如是 为什么呢 世间八风不能寻动 八风就是 你赞叹也好 诽谤也好 你陷害也好 护持也好 那三宝呢 它就是三宝 它也不会人家赞叹 它就很高兴了 人家诽谤了 它就愁眉苦脸了 难过得不得了 它 赞叹也好 诽谤也好 陷害也好 护持也好 它都鲁鲁不动 所谓八风吹不动 它不会改变 所以三宝呢 它也不会因为赞叹 那我们赞叹了 那我们赞叹了 它就是三宝 你毁谤了 你不认同它了 它就不是三宝 那不是这样 你赞叹它 是三宝 你毁谤它 它还是三宝 它不会受到这些时间空间 这些影响 那么人的悔意 这些影响 它不受影响 为什么它不受影响 因为它是真实的嘛 就像真的金子一样 它不怕火烧 你火怎么烧 它还是金子 它不会改变 你看历朝历代 中国外国 多少人 也扶持佛法 赞叹佛法 也有诡谤破坏的 都有 从印度 到中国 古代到现在 这些事情都有 有护持 有破坏的 但是呢 护持也好 破坏也好 它三宝 它始终不变 所以佛法生保 居足 无量神通并化 利药有情 暂无休息 以事异故 诸佛法生 说明为保 因为佛法生保呢 它居足 无量神通并化 利药有情 暂无休息 三宝 在这个世间 他没有休息的 他对有情众生 总是有利益的 你赞叹学习 那得到利益 那诽谤呢 诽谤 也得利益 但是不是现在 现在得不到 因为现在你不能接受嘛 你说他是迷信 你不了解 你现在得不到 但是呢 你只要有缘接触到 看到 这个善根种子啊 就落在他的第八世阿兰也是 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 到了来生来世 或者无量节之后啊 他这个业障啊 消除了 他这个善根种子呢 那么他慢慢就成长了 那原来是毁谤 排斥 甚至呢 攻击损害 那么 将来总有一天啊 那么他会回头的 他会改过的 因为呢 他了解了 那个时候呢 善根就成长了 他还是得利益 那个是远逸 长远的利益 那么我们现前要得利益呢 那么一定要 这个 如理如法 信心受持 现在就得利益 好那么 这个 皈依三宝啊 这个意义 我们大概讲到此地 那么 皈依三宝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这里举出善生经 善生经云啊 善生严 世尊何因缘故受三皈依 银何名为三皈依 善男子 未破诸苦 未生老病死等苦 断除烦恼 未诸苦之因种 受与无上极灭之乐 未不生不死灭盘之乐 已是因缘受三皈依 那么 这里举出善生经 这部经里面讲的经文 这个善生严 那么这个 一个 居士 叫善生 他说 世尊何因缘故受三皈依 那 是什么因缘啊 要去受三皈依 银何名为三皈依 那为什么叫做三皈依呢 善男子未破诸苦 这个诸苦就指生老病死 三苦八苦 这个求不得 爱别离 验真会 五因赐胜 生老病死是生理的 这个求不得 爱别离 验真会 五因赐胜 是心理的 身心 生理心理 两方面的苦 所以 皈依啊 能破这些苦 啊 所谓破米开悟 离苦得乐 断除烦恼 诸苦之因种 三皈 就是指导我们 如何断除烦恼 啊 告诉我们这个烦恼的 因 苦是果报 烦恼是因 那能够把这个苦因断掉 那苦果就没有了嘛 所以受于无上疾美之乐 啊 这个无上疾美之乐 就是不生不死 没有生死了 了生死了 啊 不用再六道继续生死轮回了 啊 这个就是涅槃之乐 那 以四因缘受三皈依 啊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啊 才要接受三皈依 那如果你不想了生死出三戒 那就 不用三皈依啦 如果要了生死出三戒 那一定啊 要受这个三皈依 啊 迎合三皈依则 为佛法生 啊 佛者能受坏烦恼因 得正解脱 无私独绝 法则是坏烦恼因 真实解脱正道解脱 生则禀受坏烦恼因 得正解脱 能如法受 啊 啊 那么这里给我们举出啊 三皈依 啊 就是归佛归法归神 啊 那么佛呢 能够给我们说明啊 破坏烦恼的 这个修因 啊 得到正确的解脱 啊 无私独绝啊 啊 啊 这个 得到正解脱啊 啊 那么是自己觉悟了 啊 啊 自己觉悟了 那就能解脱了 啊 啊 这个别人也不能帮我们解脱 啊 所以叫无私独绝 老师只能辞典 啊 那么真正呢 修还是要自己 啊 那么法是坏烦恼因 真实解脱正道解脱 啊 啊 法是理论方法 啊 啊 那么佛啦 把我们这个 破坏烦恼的理论方法 给我们说明 啊 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 就能得到 正道解脱 那么生呢 禀受 啊 受就接受 啊 接受佛法的人 那就是生了 啊 啊 那么接受这个佛奖的理论方法 来 破烦恼得到正确的解脱 啊 能如法的受持 啊 如理如法的受持 啊 啊 那么这个叫生 啊 啊 那么这个山龟呢 还有翻邪山龟 啊 啊 这个 我们现在呢 啊 啊 后面呢 还有一些呢 我们 下 下下星期一 啊 啊 就是二十一号 啊 到二十四号 晚上啊 这个 台北时间七点到八点 啊 我们会再把它 补充 啊 来说明 那现在呢 我们先举行一个 归仪式 啊 那么今天呢 就先把这个 我们归正啊 啊 这个世词的 跟法名啊 啊 这个简单的意义呢 跟同学们做个报告 好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啦 啊 来 散归 那么 这个 啊 我后面这个有挂个佛像 啊 等一下我会移一下 啊 那么我会站在 旁边 啊 那么这个 等一下呢 我们就 诸位同学 在你家里啊 如果你在这个 电脑电视机前面啊 你对着这个佛像啊 啊 啊 那么我们一开始就是 先 一问讯啊 啊 那么礼佛三拜 啊 啊 然后常跪合掌 啊 就跪在地下呢 合掌啊 啊 那么这个 合掌 就是我念归的世词呢 啊 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我念一句啊 我念一句会停顿一下啊 然后接着念啊 那我听不到大家的念啊 但是我会停一下啊 啊 等一下大家念啊 啊 我念一句停顿一下 停顿一下的时间就是你们念啊 啊 那么 你们念完了啊 啊 我接着我再念 那一共念三遍拜三拜啊 第一遍跟第二遍呢 呢 念完啊 你跪在地上呢 就直接拜下去 起来还是跪着 合掌啊 不要站起来 啊 念完第三遍呢 就是 跪在地上啊 直接拜下去 然后 站起来 就直接站起来 啊 那么我会讲啊 啊 礼佛三拜 啊 那么你在拜佛 那我会喊一拜 再拜 三拜 啊 啊 那这个 再一问训 啊 那这个归仪式就完成 啊 那归仪式很简单 啊 我们敬老和尚啊 采用这个弘毅大师的 那弘毅大师是根据佛陀当年在世 啊 那个归仪的方式 这比较简单 好 我们现在开始啊 来举行归仪式 啊 啊 那么这个 好 我现在就先起来 那么诸位同学啊 啊 你们在电视机 电脑前面啊 就 刚才讲的这个仪归 那么如果有 不方便的同修啊 那个 三拜你用三问信代替也可以 就看你现在啊 这个位置 啊 你方不方便啊 顶礼跪拜啊 如果方便你就顶礼跪拜 不方便啊 用问训的 来代替 做顶礼也可以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 呃 先向佛与问训 啊 问训 好 我们现在开始礼佛三拜 拜 拜 啊 请大家啊 拜下去 去 站 站起来 请大家站起来 再拜 拜下去 好 请大家拜下去 起 站起来 好 我们 第三拜 拜 起 起 站起 站起来 好 这个 常跪 合掌 啊 大家啊 跪在地上啊 如果不方便跪在地上的呢 你就站着合掌也可以啊 面对佛像啊 好 好 我们现在呢 呃 自心来念规的诗词 啊 一共念三遍 啊 念一遍 拜一拜 念三遍啊 拜三拜 啊 念完第一遍跟第二遍 跪着 合掌直接拜下去 啊 起来还是跪着 不要站起来 那么 念完第三遍呢 跪着直接拜下去 就直接站起来 在地佛三拜 啊 那么 这样就一试完成 好 我们现在呢 大家常跪合掌 啊 我们 自心在佛前念规的诗词 啊 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我念一句 我念完了 大家再念 阿瑟离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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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子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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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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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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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救地一拜 拜下去 好,我們念第二遍 阿瑟黎純念 我弟子妙音 始從今日 乃至命存 歸一佛陀 兩足中尊 歸一達摩 離遇中尊 歸一生且 注重中尊 就地一拜,拜! 好,我們念第三遍 阿瑟黎純念 阿瑟黎純念 我弟子妙音 始從今日 乃至命存 歸一佛陀 兩足中尊 歸一達摩 離遇中尊 歸一生且 注重中尊 一拜起立 拜下去 好,站起來 我們再 禮佛三拜 拜 起 起 再拜 起 善拜 起 善拜 起 請 問訊 好,我們歸一世 這樣就完成了 那麼下面呢 我們跟大家簡單詳解 這個法明的由來 以及歸一世的大義 好,我們 現在呢 來 簡單報告 這一個 法明的由來 那麼大家的法號啊 都叫妙音 這個 過去啊 我們 敬老和尚 給大家受歸一啊 也是跟一般 傳授歸一一樣 每一個人啊 取的法明都不一樣 一個人啊 一個法明 那麼這個是我們 一般啊 試驗道場歸一 都是 個人有個人的法明 不同 那現在呢 在我們 靜宗學會道場啊 來歸一呢 大家的法明 都是妙音 都一樣 那麼這個 這個 因緣啊 是在 十幾年前 大概 九五年啊 九四年、九五年 那個 期間啊 我們敬老和尚啊 在新加坡敬宗學會 那麼講這個 佛說 大聖無量壽 莊嚴、清靜、平等、絕經 講圓滿啊 那麼圓滿那天晚上啊 有兩百多位同修啊 同時 報名歸一 那麼 經講完啊 已經是晚上 十點了 他是講兩個小時 八點到十點 經講完再念佛回向啊 大概呢 也十點 十五分啊 時間也不早了 那麼兩百多人啊 如果一個一個取法明啊 那時間不夠 那可能啊 要取到天亮啦 這個大家沒這個時間 因此啊 我們敬老和尚啊 就臨時想到 今天啊 這個 五量壽經 會幾本啊 剛講圓滿 第四十八品啊 佛有講到 現在呢 遇到這個淨土法門 淨土經典 啊 念阿彌陀佛 求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麼將來呢 從極樂世界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眾生 都叫妙音如來 那這個人數就太多了 我們敬老和尚啊 那麼 忽然想到啊 這一句經文 佛給大家授記的 那麼又想到呢 啊這個 曾經在北京啊 跟房念祖老基士啊 敬過面 那麼房老基士呢 也談到龜依這雙事情 那麼房老基士呢 他說這個龜的法號啊 可以用同樣的 可以用同樣的 所以呢 這個就想到啊 那這個 無量壽經剛講圓滿 那這麼多人發心龜依啊 那時間不夠 一個一個取法名 那 那 就想到呢 用無量壽經啊 釋迦摩尼佛給大家授記的啊 那麼這個 妙音 作為龜依的法號 那這個也非常殊勝 非常難得 這佛在經上啊 給大家授記的 那麼修淨土的同修啊 也會感感受到非常的親切 那現在龜依啊 是妙音居士 將來往生極樂世界呢 是妙音菩薩 從極樂世界 再到十方世界去做佛 度眾生 都叫妙音如來 啊 所以 往後啊 我們靜忠道場啊 這個給人歸一 啊 就是學習這個 無量壽經 夏年姬老姬是廢吉本 啊 那麼 這個靜忠道場啊 給人歸一 啊 那麼採用我們靜老和尚啊 這個 用啊 無量壽經 佛給大家授記的妙音啊 作為法號 所以這個妙音的法名啊 是這樣來的 那麼 有一樁事情呢 跟我們同學呢 也要補充說明 因為這個 過去啊 這麼多年啊 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很多同修呢 大家歸一 都叫妙音 那麼過去呢 我也常常接到 有同修寫信給我 他下面落款署名啊 就寫妙音兩個字 那我現在呢 還沒有神通 還沒有往生極樂世界之前啊 還是凡夫 沒有神通 不知道呢 是哪一位妙音 如果往生到極樂世界 有神通啦 那哪一個妙音啊 那我都知道了 那現在不行 現在還在說婆世界呢 沒這個能力 因此呢 建議大家呢 這個你寫信給人家呢 如果你要加上這個 龜的法名啊 妙音 你寫個瓜符 下面還要 簽上你的俗名 你平常這個名字 那麼人家呢 才知道你是哪一位妙音 是男妙音 還是女妙音 是老的妙音 還是小的妙音 是中國的妙音 還是外國的妙音 人家才能 知道 不然你寫個妙音呢 那人家不曉得 這個是哪一個 不知道 所以這一點啊 務必請我們同學 大家要注意 你一定要把你的俗名 填上去 那麼這個歸證呢 我們會寄發給同學 那請你們把這個地址啊 發給我們 我們會把歸證啊 寄到你的府上 那麼這一次來不及歸一的 我們可以先登記報名 我們下一次啊 可以再安排時間啊 來舉行這個儀式 我們過一段時間再來舉行 那麼凡是網路上的 這個 有收看我們佛陀教育網路學院的 那麼你是正式的學生 非正式的 那麼要歸一啊 也都可以報名 都可以報名 那麼如果我們同學啊 你有親友要歸一 那麼也可以 也可以 那主要啊 要他了解這個三歸的意義 這個是重點 重要的 好 那麼這個法明的由來啊 就簡單跟大家報告到此地 那下面呢 我們就簡單的呢 給大家說明這個 歸誓詞上面講的 這些大意 阿瑟尼存念 阿瑟尼存念 我弟子妙音 史從今日乃至命存 啊 那麼這個是 阿瑟尼啊 就是 鬼犯詩的意思 阿瑟尼是印度化的音域 古印度梵文的音域 阿瑟尼 那翻成中文的意思是 鬼犯詩 鬼是鬼道 犯是模範 詩是老詩 啊 那麼我們現在的話講的 叫教授 指導教授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姓子的 叫阿瑟尼 古代印度叫阿瑟尼 啊 那我們現在講的教授 教導我們的 那麼這個 啊 我們 接受三規一啊 那麼 由阿瑟尼啊 來給我們指導 來給我們講解 給我們說明 啊 那麼這個阿瑟尼 那麼我們阿瑟尼啊 三規正名阿瑟尼 淨空 就是我們淨空老和尚 他是我們三規正名的阿瑟尼 那麼對 這個阿瑟尼啊 存念 存念啊 就是我們啊 發願 那麼希望阿瑟尼啊 能夠 知道 啊 我們的 心裡的 這個 意念 啊 就是這個意念啊 發願啊 要歸一三寶 那麼我弟子 弟子就是學生的意思 妙音啊 就是 我們 歸的法名 是從今日乃至命存 啊 就是從現在開始 啊 我們 剛才歸一啦 啊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我們 這個階段 生命 存在的時間 啊 到我們這一口氣 斷 啊 那麼這個 我們一般講啊 啊 進行受 啊 進我們這一生 啊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我們 往生 啊 那麼這個階段啊 歸一佛陀兩族 中尊 啊 啊 那麼這個 我們就歸佛陀了啊 啊 佛成為兩族尊 就福慧二族尊 啊 福報智慧都圓滿了 叫兩族尊 族是滿族 啊 兩是兩方面 福慧兩方面都滿族 啊 那麼是 佛是 福慧兩族尊 歸达摩 黎域中尊 啊 那麼黎域 达摩是法 印度化呢 翻成 中文啊 是法 佛法 啊 啊 就是經典 啊 那麼經典呢 理論方法教導我們 黎域 域就是欲望 七情五欲 啊 啊 那麼我們依照這些經典的 教會 啊 那麼放下七情五欲 啊 所以是黎域中尊 啊 歸生且諸眾中尊 生且是團體 啊 團體的意思 啊 那麼我們 這個 學習佛法的 團體 啊 深重 啊 那麼我們依靠啊 這個團體啊 比如說我們靜忠道場啊 啊 這個團體 我們來依靠 這是 啊 所有團體當中最 尊貴的 那麼下面講 既歸佛以佛為師 從於今日 至命中時 不得歸於外道天神 那麼我們既然歸於佛啦 那麼從現在開始啊 一直到命中 就以佛為老師 啊 那麼就 不可以再去歸於外道天神 啊 所以外道天神呢 就是心外求法 啊 那麼心外求法呢 那麼學習啊 都得不到結果 啊 不要說了生死成佛道 沒有結果 連一個改造命運啊 那 都辦不到 世間人啊 有多少人想改造命運 但是他沒辦法改 他很想改 但是就改不了 為什麼呢 他心外求法 啊 這個我們 在看了凡視訊啊 引古禪師給 顏了凡先生開始 就講得很清楚 啊 這個引古禪師講啊 向內持求啊 感無不通 啊 那麼如果向外持求呢 外就向心外求 那就求之有道啊 得之有命 你命中有你就求得到 你命中沒有 你怎麼求 用什麼方法手段 你也求不到 啊 但是呢 你回過頭來啊 向自己內心去求 從內心去調整 去追求 那 你 什麼都求得到 啊 所以佛法稱為內學 啊 因為這一切法都是我們自己 內心變現出來的 啊 那你 回頭啊 向內心去找 你就找到答案了 你就能解決問題了 所以現在呢 世間的科學家 哲學家 啊 所有的宗教 他不知道啊 像自己內心求 都向外求 所以 像古代印度 九十五種外道 就是向心外求法 得不到結果 不能解決問題 因此佛才出現在世間啊 幫助我們啊 說明這段事情 解決這個問題 啊 所以我們要以佛為老師 那麼外道 我們不是排斥其他宗教 不是跟人家對立啊 不是那個意思 啊就是說我們 啊 不能學習他 心外求法 那反過來講啊 這個 外道有佛門以外的外道 有佛門以內的外道 啊 佛門以內的外道呢 是說學佛的弟子 在家出家 啊 甚至出家幾十年啊 他還是心外求法 那個叫門內外 佛門裡面的外道 那也不行 也不能依他啊 啊 你不能說看他是出家人啊 但是他 給我們教的都是心外求法 跟佛教的不一樣啊 我們不能聽他的 啊 我們還是要依佛的 啊 那佛門以外的外道呢 那就更不用說了啊 啊 那換過 換一句話說 其他的宗教 啊 那麼他還是知道佛的道理 向心內求法 那其他宗教我們也可以向他學習 啊 這個《法言經》五十三餐啊 善宅童子的表演給我們看 啊 他參完的善知識呢 就有其他宗教的領袖 啊 既歸法 以法 以法為師 從於今日 至命終始 不得歸外道典籍 啊 外道典籍就是教我們心外求法這些書籍啦 不管什麼書籍 那你都不要看 啊 所以我們同學呢 啊 不要亂看書 啊 從現在開始就不要亂看啦 啊 因為有一些外道呢 或者是佛門裡面呢 啊 那個佛門裡面的 外道啊 他寫的呢 也是 寫 教人心外求法 把經典的意思解釋錯誤啦 那我們 看了這些書啊 啊 那就 被誤導了 啊 我們浪費時間 浪費精神 得不到結果 啊 那這個就很可惜啦 啊 啊 所以這個外道的 經書典籍呢 啊 我們就不能去皈依 啊 不能依靠那一個 啊 那麼外道典籍如果他講的 跟佛經講的相應 啊 那個也是佛法 啊 啊 那個我們可以皈依 啊 比如現在敬老和尚提倡的 儒家的弟子皈 道家的菜上感應篇 那 他講的內容啊 雖然不是佛教的 但是他講的內容呢 跟佛教經典的 經意呢 相應 一樣 啊 那個我們可以皈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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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